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谢一芳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同学代表五年九班 洪苏青 苏青好 大家好 六年二班 是我们黄敬平 敬平好 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 也是名嘴 盧燕丽 燕丽好 大家好 好 燕丽是五年九班的 对 没错 好 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看潘老师的保健室电子报 美国二爱二州立大学的 综合癌症中心主任 叫做西奥多布拉斯基 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 引起大家非常高度的重视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一直都以为 Omega 3 这种脂肪酸 对身体好到不行 所以因此也鼓励大家 能够多摄取 就没想到 他竟然发表了一篇文章 而且发表在什么 发表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期刊 这也是蛮杰出的一个期刊 竟然说明说 男生血液当中 如果Omega 3脂肪酸太高的话 前列腺癌的风险会明显增加 所以这篇文章一出来的时候 连台湾的媒体也都大篇幅地报道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 接到非常多的民众写信来 就告诉我们说 那现在到底怎么办 到底是应该 怎么一个态度来看待他 那么这一次 这位癌症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跟他的同事在2005年到2009年 总共追踪了多少 总共追踪了2000多名的参与者 都是男性 那么他去抽血 看他们这个血液当中 Omega 3脂肪酸的含量 那么在这研究开始的时候 他就选了1393位的 没有罹患前列腺癌的男性作为对照主 另外呢 834位是诊断为前列腺癌性的男性 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结果他发现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说呢 你血中浓度的这个Omega 3浓度如果高的话呢 整体前列腺癌增加43% 那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前列腺癌 因为通常来讲前列腺癌都是比较不严重的 但是有非常少部分非常严重 是非常恶性的 这个很少 但是呢这叫高分化的前列腺癌 可以增加71% 所以因此呢 才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 那么现在就是大家就说 那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癌症引力中心 布拉斯基博士 特别建议大家说呢 以前大家呢 都买那个鱼油补充剂 在那猛吃 一个胶囊1000毫克 他说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你吃天然的鱼类 我们现在不反对 但是呢 如果你要去这个摄取这个补充剂 看到没有 这边我特别讲到补充剂 麻烦你要考虑一下 它也是有危险 它不是没有危险 所以这边我讲 这个第一个要提醒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不要再一味的补充 这个所谓的胶囊类的东西 天然鱼类是没有关系 而且我上一次在保健室电子报 也讲过一次是 现在目前科学家也发现 补充剂的Omega 3的这个好处 跟天然鱼的好处不太一样 已经发现不太一样了 至于不一样在哪里 你们有空再去review这个电子报 另外你可以看到 冰岛大学也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研究 他发表在公共图书馆期刊里面 在2013年4月份 他也发现说 你吃的这个鱼类如果是用腌制 盐腌的 待会马上锁定我们马上讲胃癌 跟盐很有关系 盐腌跟烟熏的这个鱼类就不行了 所以烹调方式也是重点 甚至我们以前有讲过油炸的也不行 所以因此天然的鱼类如果真煮没有问题 你盐腌炙制的烟熏的油炸的通通变成不行了 所以第二个提醒电子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是吃天然的鱼类也没有问题 不可以吃补充器 第二个就是你的烹调方式要正确 所以这个都是在在显示 所以因此在这次的研究里面 科学家也发现在美国人 他们很好玩 还有欧洲人 他们血中的Omega 3对Omega 6的比例 高到乱七八糟 照道理来讲Omega 6对Omega 3 我们是希望大概降低到2.5比1 或者甚至1比1是更好 艾斯基摩人都几乎到1比1 可是你像西方人竟然15比1 太离谱了Omega 6高到不行 甚至有的人说高到30比1 甚至到50比1 所以因此当他测到 血中Omega 3是比人家高的时候 代表什么 Omega 6已经高到离谱了 高到离谱了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特别强调是说 油好没错 应该要吃 但是呢 好油吃太多 一样出事 这就是我们原来就讲过的 所以第三点告诉大家 好油是应该多吃 但是你整体的摄油量 通通超过的 一样完蛋 所以这一次呢 就告诉大家 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待Omega 3 相信你就不会紧张了 好 谢谢潘老师告诉我们一个 这么重要的讯息 潘老师刚刚讲的是 前列腺癌 对不对 就是社会腺癌 那社会腺癌 大概在我们国人的十大癌症里面 是死亡律师战第七位 对 那前六位分别是谁呢 大家耳熟 第六位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 胃跟胃癌 那前面五位呢 大家都知道了 分别有乳癌啊 对啊 还有肺癌啊 肺癌大肠啊 还有肝癌 对不对 等等 都是这些大器官 所以胃呢 的确是蛮重要的 那我们在一生当中呢 恐怕多多少少都会胃痛嘛 有的人偶尔胃痛 有的人急性胃痛 那有的人呢 是常常胃痛 胃痛很久 悶悶的痛 那悶悶的痛 胃痛久了 会不会跟胃癌有关呢 也是大家很担心的 而且有时候 你知道吗 常常会听说 本来以为是胃痛 结果后面是胃胀的问题 也很可能 因为大家都把它当成是胃痛 对 因为有时候你说 医生我肚子痛 对啊 肚子这么大 对不对 是我啦 肚子这么大 胃子到底比哪里 是哪里痛 你说好这里 中间可能应该是胃肚臍附近 对应该是啦 但是也未必啦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器官嘛 你说胃的后面真的是胃胀 对啊 搞不好也是胃胀 对不对 再偏右边一点 搞不好是胆的问题啊 等等等等 对 所以这些等等的问题 我们要厘清清楚 我们来讨论一下胃痛 跟胃癌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 好 那三位同学看起来 都不像有胃痛的样子 不一定喔 嗯 我看这个最像的就是 艳丽瘦 艳丽 你是用胃胀胀吗 你会觉得他最不痛 对不对 我觉得他最不痛 他应该是常会好的 不得力 为什么胃胀的人 就胃不会痛呢 才怪 我觉得 但是艳丽我们说你看起来 比较健康宝宝 艳丽你是不是常胃痛 是不是 安德大哥你是神仙吗 你会铁板神帅吗 还是你会通灵 不是 我好像听过你讲说 你会胃痛 我其实还蛮常胃痛 真的 然后我才刚刚照完胃镜 真的喔 慢性胃炎跟慢性食道炎 喔 就吃了一堆 那你会担心那个病情 进一步恶化吗 所以医生给我的药 我都很认真吃啦 对 这也对啦 听医生的话就好了 三位同学我想 对啦 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们一定会了啦 请指出我们的胃在哪里 来 等一下 胃在哪里 胃在哪里 好 马上有肠胃科医生 好 就指好了就不要动了 你的胃在哪里 你不要操我 不要动了 我看你们三个位置不一样 是吧 这边是偏左边 这边偏中间 这边偏左边 好 那请缺医师来看一下 他们比的对不对 胃的位置 他是从这个石道先接到胃 石道是在中间偏左一点点 那但是到胃的时候 他就是横跨到中间 其实这个位置 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都对啊 他们这样比 中间啊 竞平不对 竞平的人他稍微右边的一点 但是也不能说错 因为他胃的尾端 可能已经跨到右边 你比到尾端了啦 所以胃是这样子下来 然后往这边弯 对不对 我们石道这样子下来 这样子弯的嘛 对不对 连流弯到这样子 所以你应该比这里 因为竞平的胃很大 很大 对 你可能是日本大胃王的那种 那么大 所以竞平的位置稍微差一点 他比的是不是十二指肠 左右的位置了 因为到了右边 就已经到十二指肠了 就已经到十二指肠了 哦 那这个艳丽比的也算对嘛 艳丽比的也算对嘛 对嘛 可是不是都要比在这里吗 就肋骨下方中间这里吗 就是胃的主体的部分 是在这里没有错 但是胃 如果吃东西撑大的之后 它其实是从左上方这边延伸过来 所以我们要比中间偏左一点 是比较正确嘛 是不是 但是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或是看病人 病人每次都比这个地方好 都比正 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还有来宾刚刚讲 胃的旁边有非常多器官 胃的后面就藏了胃脏 对 胃的右上方这边就是有肝脏 胆道 那甚至呢 左边还有脾脏 那我们再说这个内脏的这些疼痛的神经的时候呢 它是牵扯在一起 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定位 这个是肚子里面不舒服的一个特征 无法明确定位 所以等下我们教大家这个明确定位的方法 你是不是也告诉我们 胃它简单的构造好不好 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胃腺 对不对 我们听说胃癌大部分都是胃腺癌比较多 为什么呢 这样子我们从构造上来看 我们每次都跟病人说 整个肠胃道就很像一根水管 这水管从嘴巴进去到了湿道 然后进到胃 然后再进到这个十二指肠小肠的肺位 那我们这个水管呢 就像家里的水管一样最怕什么 最怕两个 一个是破掉 一个是塞住 所以当病人一直觉得这边很脏不舒服 甚至吞东西吞不下 一直有反胃情形的时候 就要怕说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发炎 或是长什么样的东西 让这个水管阻塞 它下不去就会往上出来 那这些问题如果一直没有好好解决 那累积累积 到了万一它真的发炎 或是长东西到破裂的时候 就非常的危险 对 那刚刚主持人讲到 胃的构造 其实呢 胃的构造 包含所有的黏膜层 黏膜下层 然后肌肉层 还有外面包覆的一层 这个胃的长细膜 还蛮多层的 对 那大部分会出问题的 都从黏膜层开始 黏膜 因为我们吃东西下去呢 所有的东西 不管是食物 化学物质 或是接触到什么样的物质 都是先接触到黏膜 像溃氧就是黏膜层那里的问题 真的没有好好处理的时候 它再往下面 侵犯到所谓的黏膜下层 肌肉层等等 那所以我们在处理 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第一个如果长期胃痛 像刚刚来毕竟业力讲到 那就去做胃镜 不要害怕做这样的一个检查 因为现在的技术非常进步 对 我们有所谓的无痛 解痛 无痛 打个针让你睡着 醒来 20分钟就做完了 我自己也做过一次 但是 有一个缺点 醒来之后麻醉 刚退可能会胡言乱 真的 医生跟你讲什么 记不清楚 我同事帮我做完 之后跟我说 你刚刚有跟我说 你提款要卡号码的 这样子 这样就比较危险一点 好 那胃腺呢 胃腺是不是最主要就是 分泌我们的这个胃液 对 胃液里面包含 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 帮忙这个消化食物 把食物从大分子 分解成小分子 然后再来让肠子 能够很好的吸收 好 所以这个是有胃壁 胃腺 对不对 还有好多的肌肉层等等 好 那胃究竟为什么会出问题呢 刚刚我们讲 它的表征是肚子痛 对不对 那肚子痛 腹痛 这边好多 好多器官 几乎我们主要的脏器 都在这里 好 那我们请同学比一下 好不好 看看如果按照腹部的区分 我们把肚子分成一个很简单的 九宫阁的话 对 就可能比较能够知道说 你痛在哪里了 究竟如果胃痛的话 跟我们这个九宫阁的这个区域 哪一些可能是跟胃痛有关的呢 好我们来看肃清写的是 一二三就是上面了 一二三跟四中间 四的上半部 四的上半部 上面 上面 然后中间这里 好 那静平是二三四 其实我本来全部都想写了 真的吗 对 我觉得胃有没有那么大 写这一半好了 你的可能有啦 可是我觉得他会牵扯啊 所以跟二三四有关是有道理的啦 跟下面的比较没关 下面是长的 因为下面好像都快到那个 比较是长子 对 股盆腔了 股盆腔了 好 那这边是这个 燕丽的 三四六七 燕丽有下面的 六七 对其实我都按我自己的经验法座 你自己的经验 那那个三这个是我最常痛的地方 真的啊 我只要胃食道逆流铁定鞋 就是胸腔下面一点点 我铁定心肌 真的 是喔 我常常心肌 而且会心肌到睡不着 会心脏痛苦 所以你认为你的胃痛跟心肌 是有一点关 我看过医生了 我还特别去看 确定是胃 我特别去看心脏科医师 他说没问题 然后反而是回过头来去检查胃 然后最后是胃的问题 就胃了 真的啊 对然后六七 我是平常试的 我六七是没有痛到 那我就是痛四跟三 那六七我觉得是胃的地方 也可能 可能有牵扯关系喔 所以这靠心脏这边也会喔 所以你看 基本上你勾的都是偏左边 对 身体的左边 好 那究竟他们勾的对不对呢 我们请潘老师来告诉我们 如果依照这个九宫阁分法的话 其实也蛮好用的 我们到时候可以跟医生讲说 我们到底是痛哪里 那这些跟我们胃痛 以胃来讲究竟哪一个有关 所以我们基本上这个图 当然大家要看 但是一个真人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我们基本上有所谓的胸腔 对 然后有所谓的腹腔 那胸腔跟腹腔的差别是 中间有一个横隔膜 对 我们经常讲有一个横隔膜 但这个横隔膜 它不是平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你的肋骨 是有这样的一个形状下来的 对 我有肋骨吗 有吗 所以它的肋骨是这样的形状下来的 所以因此呢 它的横隔膜是这样上来的 所以在这边的横隔膜比较低 这边的横隔膜就比较高 所以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大家在比的时候呢 要比的比较高的位置一点 因为大家讲肚子都是讲在这 其实这边也算肚子 因为在横隔膜的下方 就是在整个肋骨包的 整个横隔膜的下方 通通都叫腹腔 所以我们的胸腔跟腹腔 是以横隔膜做分界 不是这样平衡 对 横隔膜它不是平的 它是有一点这样的形状 是这样的高下来的 所以因此你会觉得说 腹腔在这个地方怎么也叫腹腔 这边也叫腹腔 怎么这边腹腔就会稍微低一点 原因是因为它的肋骨的最下缘在这里 那肝脏因为是在腹腔 所以它一定是顶着这个 顶着这个最上缘这个地方 所以其实肝脏有一部分 跟这个胸的这个肋膜 是很接触的 所以每次在扫描这个肝脏肿瘤 如果说这个肝脏的肿瘤 是贴着这个胸肋膜的话 有的时候很难找得到 我们去那个 照超音波那个脂肪肝的话 都扫到这边 对 但是我刚刚就讲说 因为那个肋膜跟肝脏贴得很紧 很紧 所以很怕它是在这个上缘 所以就比较不好找 好 这里是肝 所以我就要强调说 这个 你在旁边站一下 好 所以这个 这个一二三呢 其实事实上这个就一 这二这三 所以稍微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高高度高低 有点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那但是你疼痛的时候 谢谢哦 好 那所以那疼痛的时候呢 它这个要侦测它到底怎么回事呢 它不是只平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当然是很重要 但是它还要平很多别的东西 比如说 你还有没有其他是什么时候痛 比如说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 你是二的时候痛呢 还是宝的时候痛 也不一样 这个也很重要 然后是怎么痛 怎么痛 躺的时候痛 站起来 对对对 这些都重要 那另外就是 当然你可能还有伴随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烧 对对对 你有没有什么 其他比如说有贫尿啦 或者是尿血啦 或者是说 有没有什么妇科方面的问题 都要一起问 因为女生跟男生的肚子痛 都不太一样 因为女生的脏气比男生 就是多了一些 对 因为他有卵巢 他有子宫等等的 所以女生的痛跟男生的痛 他又要再考虑妇科的问题 那另外那个医生 他当然也可以抽血看生化的变化 对 我们血液当中 还有很多生化指标的变化 当然也有可能 比如说像颜色 肤色的变化 也有可能做帮忙诊断 所以其实一个受训的医生 他在判断的时候 其实比我们想象来的复杂得多 所以我们要很尊敬他们 因为他们事实上是考虑很多 不过但是简单讲 如果只谈位置的话 位的 我们只谈位置的话 今天只谈位置 但是你不要只谈 只用位置来看这个东西 你要加上别的症状 对 好 那如果以位置来讲 刚刚讲这一号的位置呢 就比较偏肝脏跟胆囊 对 因为他真的是很偏那边 肝跟胆 对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肝脏是个沉默的器官 除非他真的大到很近 他不太会痛 所以因此如果偏这边 如果说假使你肝脏都在痛的话 但他还是要看一下 不过大部分肝脏是个沉默的 所以胆囊的机会就会比较高 他会比较高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 这个可以做一个判断 那这个二号这个位置呢 因为刚刚好是从 因为食道是在胸腔 所以你食道有问题 要开到的话是胸外开 哦 这样子啊 是胸腔外科开 对对对 不是 肠胃是内科 不是 肠胃是内科 但是我们腹腔开 是一般外科开 一般外科 那我们常常讲一个笑话说 这边是胸腔外科 我们常常讲说 一般外科就是很一般 其实不是 哦 了解 所以很好玩 就是在胸肋膜以上 直到在胸腔 所以是胸腔外科 胸腔外科 对对对 但是在腹膜以下 就是一般外科 对 不一样 所以这个也顺便跟大家讲说 你不要讲说 我食道是消化器官 我请这个一般外科开 或者肠胃科 不是 它是胸腔外科 所以呢 因此呢 这个地方就非常接近 食道跟胃的接点 对 所以因此这个地方痛 很容易是这个胃食道逆流 或食道方面的问题 当然也可以是胃 也可以是胃 因为它是接合点 接缝点 因为我就是很典型的胃痛 都痛在二的位置 真的啊 我每次都痛在二的位置 都在二的地方 因为我是久病沉良 我是真的 产胃道毛病很多 所以是在二号 所以是在二号的位置 所以二有可能是胃了 对对对对 那因为二完了之后 它不是一个弯脚过来 所以胃痛在三号当然也是很有可能 也有可能 然后四号也绝对没问题 因为也是这个位置 所以二三四是最有可能的 其实一号 一号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但我不敢讲百分之百没有 但是真的是很低 因为这个一号这个位置 应该是胆囊跟肝脏的位置 它不会是胃的位置 所以就二三四比较有关 最有胃的位置 那厌力有勾六七 那下面呢 这不可能的大家看看 因为我刚刚讲说 虽然是说它会跑 虽然它是会跑 不过如果是痛在这个位置的话 第一个猜想不会是这个 但是它要看到有没有肠胃道症状 假设说它今天有吐或恶心 这时候当然我们会 也就是说五六七 比较可能是妇科 或者是肠子 对因为女生 女生在这个位置 它也有可能是软巢 比如说五七的位置 有可能是软巢 然后五号的位置 在一般的人 有可能是盲肠 盲肠 当然没有错 我们的节肠也在这里 比如说深节肠 横节肠 降节肠 乙状节肠 跟直肠 当然这边也有可能 所以它因为是重叠很多的位置 所以那这样六号的话 除了是节肠之外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膀胱 对 它有蜜料系统在这边 对对对对 在这里的 子宫也有可能在这边 所以就是说很复杂 所以我才刚刚讲说 它的疼痛跟它的症状 要结合起来 如果说你有蜜料到症状 或者是你有妇科症状 或者是什么 就比较好判断 所以这个应该是竞评比较对了 二三四 好厉害喔 然后这个 肃清 肃清多勾了一个一 一 多勾六七 多勾了一个六七 对不对 但是大致上大家都知道 二三四是比较有可能的 对 所以业力勾七 它是有什么肠躁症的问题 对 我心里就拉肚子 有可能 是肠子方面的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要问同学 如果我们习惯性胃痛的人 喝个牛奶 配个苏打饼干就好 先不用急着看医生 不用什么事情都麻烦医生嘛 这样对不对呢 如果只是简单的胃痛 习惯性的胃痛 我们自己治自己了 先吃个苏打饼干 喝牛奶 这样行不行呢 同学里面应该就看念力的答案吧 同学 举台 对 看念力的答案 因为他常胃痛 不可以 因为有病成良医的 好 那究竟行不行呢 如果我们胃痛的话 是不是喝牛奶 配苏打饼干 是比较好一点 先不用去看医生 对 不要那么紧张 搞不好胃就不痛了呢 最近答案是什么 广告和勒打饼干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如果胃痛是不是喝牛奶 吃个苏打饼干 先不用看医生呢 好 同学 这边都回答不一定 艳丽这个酒病成良医的 你为什么打仗 你为什么不行 没有啦 我是根据我自己的自身的经验 那我只要喝牛奶 铁定会脏气 脏气之后更不舒服 那可能有些人 对牛奶不是那么敏感 但我对牛奶很敏感 那我吃苏打饼干 会稍微舒服 因为苏打饼干 它其实 好像可以综合胃酸一些些 我自己的感觉 稍微是不是 对 稍微 但是牛奶是进一切不敏感 牛奶完全不行 然后吃甜的饼干也铁定过 真的啊 甜的饼干 甜食 饼干要挑 所以我们家很可怜 我每次都上网去买一堆苏打饼干 苏打饼干 背着 对 这样子 这倒也不失为一个自己找到的好方法 生病胃不舒服还是要看医生 可是我以前 听过以前也是胃不舒服的时候 也听过人家朋友或长辈说 喝那个优酪乳啊 或者是喝牛奶 好像可以在胃 他们说在胃膜这边中间 形成一种保护膜 那种感觉 就是好像比较缓解那种不舒服的疼痛 然后当然还是要去看医生 但是在急的时候 我听过以前人家说 要不要喝牛奶 要不要喝这个优酪乳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迷识 常听到人家这样讲 有时候喝优酪乳的 因为牛奶会不耐嘛 乳糖不耐 喝优酪乳是有这样的讲法 来 苏清 我是学潘老师的 就是主要是差 主要是差 但是有一点缺成分 对 差的部分 因为他已经习惯性胃痛 我觉得应该要先看 因为如果你一直太痛 你要先找原因 除非是你已经确定说 可能就是一个 他们可以控制的问题 那你继续痛的时候 或许可以 那有一点点缺是 有些人呢 因为胃痛各种情况不一样 对 当然 有些不一定可以喝牛奶 因为比如说牛奶里面 可能会影响一些胃酸 或什么东西 或是像他会胀气 那什么 所以就是也是要看情形 对 但是如果你已经习惯性胃痛 你应该先去看 确定是什么问题 看医生 没错 所以你看简单的胃痛 这两个字 我觉得代表不同层次 对啊 以及不同的病情 你看到底牛奶可不可以喝 又因人而已 那酥辣饼 到底有没有效果 酥辣饼 好像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答案 好 三位专家 帮我们举下牌 一二三 好 错错 不一定 那先从不一定的怡方老师来讲 我们先讲习惯性胃疼 当然是素卿讲的 一定要看医生 因为已经习惯性胃疼的话 表示你胃真的有问题 但是如果说 牛奶跟苏打饼干 到底对胃有没有帮助 我们先讲牛奶这个东西 再讲优肉肉好了 那牛奶的话 因为它有蛋白质 有些人认为是说 它有蛋白质跟钙 他认为说 如果说你吃蛋白质的东西的话 会刺激胃酸分泌更多 可能对胃不好 因为里面有钙 更会刺激胃酸分泌 所以有人认为牛奶不好 可是呢 在过去 我们没有很多胃药的时候呢 我们一些胃溃疡病人 胃出血病人 我们都用牛奶去治疗 其实效果都还OK 所以并没有想象那么不好 那其实牛奶里面还有个成分 叫做Alpha乳蛋白 Alpha乳白蛋白 它发觉这Alpha乳蛋白 能够让胃黏膜增厚 所以其实有帮助的 那我们再讲的优弱乳 优弱乳 优弱乳里面 其实他们发觉里面有乳酸菌 那现在很多国外研究发觉 乳酸菌本身呢 可以杀死胃里面一个细菌 叫胃幽门去状感菌 所以其实它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 所以甚至现在国外有些研究认为是说 接下来我们是乳酸菌的时代 我们用细菌去治疗疾病 那可是胃幽门去状感菌 在人体到底是好是坏呢 其实是个问号 过去我们认为它很坏 造成胃癌或是胃溃疡 可是现在发觉我们当 把胃里面细菌都杀死之后呢 反而胃食道内流增加 食道癌跟食道癌的比例增加 所以这个细菌长期跟我们那么多年了 我们把它杀掉了之后呢 反而又有另外一个病出来 所以好坏其实是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牛奶跟优肉乳大概都是清醒 那自己厌利为什么喝牛奶会脏气 是因为你有乳糖不耐症 是会脏气 那你最好可以喝优肉乳 但是喝不加糖的优肉乳 因为糖有时候会刺激胃酸分泌 也是不太好的 那他自己找到的方法就是苏打饼干 应该也还OK嘛 它可以中和胃酸嘛 苏打饼干为什么好呢 因为苏打饼干是小苏打 就跟我们吃胃乳片一样 它其实是个碱性东西 可以中和胃酸 那潘老师你是比较坚决打一个X 是一定要看医生就对了 第一个我要强调是 习惯性胃疼的人 如果到今天为止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的 赶快看医生 马上去看医生 这是第一个我要强调 那如果我们只是偶尔胃疼 好 那等一下再来 那如果说呢 假设说我经常胃疼呢 我也去看过医生 比如说我去年去看过医生了 医生也都帮我检查完了 我没有问题了 那现在我发现我现在的疼痛 跟去年是差不多的 对 那我也不能够去假设说呢 我现在的疼痛跟去年是一样 真的啊 不可以 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可以假设就是非常靠近的时间 比如说我假设说 我上个礼拜才去看过 这个却中正 却主任 然后呢他都帮我检查过了 他跟我讲说 你大概没有大的问题 没有癌症 没有什么问题 他说你可能就是自己 要好好保养 那如果说今天是 确实认在上个礼拜才帮我看过的 那我今天 胃痛 我要我立刻去看医生 这个没道理啊 这是没道理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今天疼痛了以后 已经跟上一次的检查 超过比如三个月或半年了 那我觉得 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症状有加剧的现象 有比较严重 那发生的频率比较多的话 我建议还是要赶快去回诊 去看一下医生 因为我现在是讲实际喔 对 我没再跟你讲理论喔 因为我现在很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家有个邻居就是这样 他就是胃痛以后 他有去看医生 对 那医生是有帮他造胃经 因为医生也是很小心帮他造了 那当时造完之后呢 确实我们也是整个好多个专家都看过 确实当时看起来是好像是黏膜发炎 就是黏膜发炎 我们也看不出什么异状来 但是问题是呢 他就认为说没事了 然后呢 他就继续就让他痛 然后就是每天就是想办法去解决 那至于你要怎么解决 比如说你喝了牛奶会不舒服 那就不要喝 你喝了优肉乳会舒服你就喝 或者你什么 那他就自己在那边玩 可是呢 其实症状一直都没有好 而且还有越来越严重 等到一年后再看的时候 事其未来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当然 当时那个片子 原来我们看的那个发言 那个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 我们再说 我们再讲 我们不评论这个事情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呢 今天你不能够因为习惯性 就不理他 我现在是在讲 因为你那三个字 习惯性 那三个字对我 我现在是很敏感那三个字 你知道吗 那但是我也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这个习惯性 如果是刚刚才看完 当然我们不可能逼你再去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想 大家先把它搞清楚 这样我们大家就有一个准则 对 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准则 应该立刻再去看 那如果你是旧的老旧疾 我们讲说老疾 人都比较容易忽略 对 所以这个是我都讲得很清楚 那另外回到就是 吃什么东西的这个部分呢 我还是只有一句话 什么 listen to your body 这样子 就理论归理论 实际要从实际来 就是说呢 你吃了之后 你觉得舒服 舒服的 然后呢你也确定给医生看 都没问题之后 你就会说那OK 你就这样做 就听我们身体告诉我们 对 所以牛奶跟苏打饼干 就是因人而言 对 不要想那么多 好 这倒不是为一个准则 不过胖老师刚刚讲 那个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上个礼拜 才看过医生 那当然胃痛 如果又临时胃痛 可能会有一些方法 你自己的方法 那如果已经过两三个月了 对不对 两三个月真的要去回诊 而且症状如果有加剧 症状会加剧 发作的频率有增加 或者疼痛的情况有增加 这个我建议立刻要弄 而且还有一点 对不起我这话多 因为我很担心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看 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如果假使你胃疼 可能再加上有黑便 那不得了 立刻要去看医生 对对对 因为因为他 因为你要 我刚刚一开始就告诉你说 你的症状要结合你的情形去看 对 因为如果有黑便的话 我是觉得应该要立刻就 要看医生 那请缺医师来告诉我们 究竟什么时机 是我们真的应该去看医生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自我检查的方法 刚刚潘老师有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是不是有合并 所谓的其他症状 像是黑便 那并不是说 大便里面 它的颜色变得比较深 我们就叫黑便 我们所谓的 Terry Stuart 就是胃肠到底出血的时候 它那个大便 除了颜色深之外 它是散状的 像Diamaga 沥青一样 这样 这个我们才叫黑便 有时候我们吃了一些珠雪糕 補充一些铁剂 吃葡萄 还有吃蓝黑 大便颜色 稍微深一点 但是它是成型的 这个可能是还好 但是如果到了黑便 整个是散开来 像Diamaga一样 这个就要小心 有没有胃肠出血的一个现象 那Diamaga是很黑 就是要像那那么黑了 是不是 我每次都问病人说 那你说很黑 有没有像我头发这么黑 对啊 就是那种黑 对啊 就要那么黑就对了 像头发这么黑 然后是蛋状的 这个叫做 沥青性的黑便 这个就要很小心 好 这个就有胃肠道出血的一个可能性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我们以为是习惯性的胃痛 我们刚刚讲过 胃的旁边还有很多的器官 对 有些人觉得 那我自己觉得是胃痛 其实不是 我们也有遇过 是肚子痛 胃痛 结果呢我们检查了之后 其实他是心肌梗塞 对 很好玩 因为心脏的这个神经 他如果是心脏下面的血管梗塞 他会牵引到肚子 他以为是胃痛 所以这个时候来看医生 除了先做一些胃肠道 基本的检查之外 身体有没有其他 比如说做个简单的心电图 照个X光 有没有可能是气胸 照个超音波 有没有可能是胆疼发炎 都有可能造成肚子的疼痛 不是说这边痛 就一定是胃痛 这个要非常地小心 所以要合并一些其他的检查 那胰臟的话会是什么样的痛 不是他就跌在后面 胰臟就跌在胃的后面 所以呢 你去照个胃镜 跟你说没问题 结果可能是胰臟发炎 那胰臟后面的疼痛呢 他除了说这个地方痛之外 他有一个特色 他会一整条往后面牵扯 真的喔 他的这个神经是往后面走 对 还有说胰臟痛要弯腰 胰臟发炎的时候 以这样的一个姿势 可以减缓 那胃痛这样子会减缓吗 如果是胃溃疡 或是胃溃疡引起的 应该是不会这样子就减缓的 总之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 乱判断 医生在那边啊 医院这么方便 你怎么问 你有弯腰的胃痛的问题吗 对啊 就好一点了 那可能电梯小姐当酒了 是 那再来就是说 胃痛何时应该就医 就是除了两个重点 第一个 他的频率是不是越来越频繁 他的强度是不是越来越强 再来有没有合并一些其他 像是 刚刚老师讲的 减黑便 再来我们最关心的 每次病人一来我们就问他说 你最近体重有没有减轻 有些人很高兴说 有有有 我最近体重有减轻 但是在我们观点 如果三个月之内 你的体重减轻了本来的5到10% 没有原因的 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 就是习惯性胃痛 频率又增强了 然后痛的程度又增加了 体重又减轻了 那综合起来 就要怀疑说 就怀疑说 会不会更严重的胃癌出现 当然也不是每一个病人 我们都要下他 怀疑啦 怀疑啦 对 就会建议说 那我们来做个胃剂 做检查 进入的深入的检查 对 不要自己乱当医生 对 所以这个医生这样讲很清楚了 那潘老师刚刚讲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接下来再问同学 好 这个 那如果我们胃不发炎发久了 对不对 胃痛久了 会不会容易变成胃癌呢 会啊 有这么容易吗 刚刚答案就出来了 真的吗 对 刚刚如果有听盘老师讲 我就觉得应该会讲 或者有听我讲了是不是 对 好 来 1 2 3 举下牌 对 有可能 同学都认为有可能 是不是 苏清 部分款项的胃炎 部分 对 就是比如说像如果你是因为幽门感菌引起的胃炎 那持续的情况下 有些是跟癌症是有相关的 而且不只是胃癌 可能有些是食道癌或什么也有可能 好 来 刚听医生讲那个 就是在解说胃的那个构造的时候 不是说它那个黏膜 然后是如果黏膜破坏 就是肌肉组织等等 其他的那个胃的那个 其他组织都被破坏 那不就会变成更严重了 如果胃炎扩大久了 对 对 我想这一题应该是common sense 就是说一个器官一个部位 它发炎很久反反复复时都没好 而且是时间越拖越长的话 它有可能就变成癌症 对 那同学讲的对不对呢 是不是胃炎发久了 会容易变成胃癌呢 进广告后来就告诉你 欢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学会 同学们全部都举圈 对 他们认为胃炎发久了 就真的比较容易得胃癌 三位专家帮我们举一下牌 好吧 胃炎久了 会不会容易得胃癌 潘老师不一定啊 会 我主要是 我主要是这样 人家那个论语上面有讲 叫做因材施教 就如果有一个人 他神经很大条 他这个 胃痛 胃炎都不看医生的 我就跟他讲 我告诉你 胃炎久了 你绝对会得胃癌 你敢不敢再去看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很神经的 他就一点点痛而已 他每天 他每天就在那边问 你说 我说你不用烦烈啦 不是胃炎一定会得胃 不是一定啦 对一定 对对对 但是 不是胃炎那种 对啦 但是 吓死人了 对 但是呢 但是重点是真的要看人 可是 从学理上来讲 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会 也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当然 最好是不要让他一直发言 那胃癌造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请J医师到这边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是不是 全部都跟饮食有关 还是不一定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 食物当然是 如果常吃膏炎 或者烧烤的等等 大家都知道 可能是重要的原因 只能说可能 那血型 为什么血型是A的人 也被发现是罹患胃癌的高危险群 OK 两个部分 这样就吓到所有的A了 你是不是A 我不是还好 还好没吓到 我们的部分 在食物的这个部分 的确呢 一些所谓的膏炎 都烟熏过 或者是烟漬的 这是食物 是比较容易引起胃癌 所以为什么日本人 他们喜欢吃一些烟漬类的 酱瓜等等 他们胃癌是蛮高的 这个比例就是比较高一些 那台湾光复早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 因为一方面也是承袭了 日本时代的一些饮食的传统 再来那个时候 电兵相不普遍 那个时候胃癌的发生率 在整个的肿瘤里面 算是比较高的 因为大家都把食物 淹漬了嘛 当做保存的方法 但是在这一二十年 其实胃癌的发生率 死亡率是有漫步的下降 主要原因呢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很多 大部分每一个家里 都有电冰箱 食物没有吃完 就赶快冰起来保存 然后保鲜之后 再做后续的处理 那为什么血腥为A的人 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 叫做A type personality A型人格 我不是说A型的人 一定都是这样 但是大部分A型的人 他可能比较容易紧张 给自己给自己压力很大 比较吹毛球吃一些 现场是谁A型 因为我不是A型 我O啦 都是O O 我也是O型 O型 我也是O型 你AB 我AB 对我有一半 你有一半 我有一半 常常我们的 这算是一个巧合 有些未来的病患 他比较容易紧张 自己给自己压力比较大 一问你是A型血型 这个久了之后 真的有这样一个医学名词 叫做A type personality 那再来就是这个 优门感菌的感染 那其实呢 我们现在 已经知道说 优门感菌是非常好的治疗 如果你的溃疡 十二指肠溃疡 胃溃溃疡 是因为优门感菌所引起的 是 只要服用一个礼拜分的抗生素 加上三到四个月的 所谓的强效的一个胃药 大部分都可以治愈 所以呢 随着这些医学的进步 这十几年来 而且现在优门楼群感菌 大概跟我们是共存的嘛 因为我们成人大概有一半 几乎都有优门楼群感菌嘛 所以他不做怪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引起症状 还是要好好的治疗 那治疗的话 他自然胃癌的发生机会 就会下降 生活习惯也会啦 酗酒抽烟 那胃部有息肉的增生现象 也可能是胃癌的禽兆 那跟大腸还蛮像耶 是因为一般大部分的癌症 他从一个正常的黏膜细胞 然后受到一些刺激 也许是化学物质食物 或者是其他有毒物质 慢慢要开始变化成癌症的时候 他一定会有一些癌前变化 那每一种变化时间不一样 有时候是两三个月就变化 有时候两三年甚至更久 但是如果说自己有不舒服 趕快去做胃镜 发现说有息肉切除下来 有时候我们抓到一些 所谓很早期 连癌变化都还没有的癌前病变 这样就有治愈的一个机会 好 所以经过这个确议师的指示 这个讲解呢 我们知道这个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等等 是跟胃癌有部分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那在饮食习惯里面 我们也越来越晚睡 那逛夜市吃宵夜市会不会有风气 但是吃宵夜会不会引起我们 增加胃癌的风险呢 胃癌喔 吃宵夜会不会容易 比较容易造成我们 增加的胃癌的风险呢 好 不一定 有 对对对 来燕丽先来打 因为大部分的夜市都是卖烧烤啊 如果说你的 对喔 油炸跟烧烤 重点 对全部都违反 我们刚刚的规定 甜不辣豆干 前面都有在听好不好 我很认真的 这个我爱吃我也常做 对所以你每天都吃这些的话 一定增加胃癌的比例会上市 有道理 对 还真的都是烧烤的 像昨天錄影完11点多 我餐里要去买 后来觉得是算了 是怕变胖不是怕胃癌 所以还是回去睡觉 好 那肃心为何有个差 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 每个人都这么堕落 吃烧烤跟油炸 是不是 宵夜里面也会有些健康的啊 比如说如果真的饿了 我就想做吃个巴勒 吃个番茄 应该也还好吧 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可能 专门去夜市吃巴勒汁喔 不是啊 现在 真是健康 健康 太养生了吧 太养生了吧 爱玉尼蒙 爱玉尼蒙不要加那么多 其实也不一定都是致癌物 对 而且重点是 真的有健康 就算你不是去夜市 你自己在家里煮 你看如果你吃很多 然后就睡觉 很容易就有些人 就胃食到溺流 溺流就不理他 说不定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啊 这是不一定嘛 所以就是说 总类跟量嘛 也要懂得怎么健康吃啦 所以应该是不 不是绝对的 对 当然啦 当然 凡事没有办法那么绝对 好 那专家帮我们举一下牌好不好 夜市跟胃癌的关系 究竟是怎么样呢 来 一二三 潘老师是圈 绝对不去夜市 绝对不去夜市 连芭蜡都不在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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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另外两位专家 举的是不一定 那宜芳老师 为什么是不一定 第一个就是 当然我们吃夜市 就是夜市的话 吃太晚的话 让胃没办法休息 其实对胃来说是不好的 包括胃食道溺流 那可能还有其他胃病会产生 那可是夜市 刚才舒心讲 还是有些健康的东西 若是我们只是很简单的 蔬菜水果的话 其实不见得不好 对 就是不要吃太油腻 不要吃太多的油炸东西 可能会好一点点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同学 如果要你们选 选 能够这个比较健康的东西 可以减少我们胃移 幼门螺旋感觉 降低胃癌 发生率的话 我们平常可以多摄取哪些料理呢 哇 这些料理都是和菜类的 没那么简单 选六样 好 我们准备了什么呢 清炒高丽菜 佐辣椒丝 用佐这字 现在好流行 好 再来 酸菜炒肉片 杏仁小鱼干 柚子 油茶拌地瓜菜 还有泡菜 番茄锅 盐水鸡 香肠佐大蒜拌 蔓越莓汁 水果醋饮 胡萝卜汁 跟绿茶 这谁开的菜单 你开的 不是我开的 我没有开的那么棒 你看用了好多佐 同学在安心的回答 对 那我考你一个 这很好吃的 牡蛎嫩煎 放山鸡蛋 左中式塔塔酱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美味 哪里的菜啊 这应该于名菜啊 对 牡蛎嫩煎 放山鸡蛋 左中式塔塔酱 好难选喔 这是蛋吗 蛋料理 然后怎样 好吃啊感觉 真的是蚝蛙煎 真的吗 蚝蛙煎就是 牡蛎嫩煎 放山鸡蛋 左中式塔塔酱 中式塔塔酱 就是那个粉红酱汁啊 同学们也写好了 好 来 肃清沟的是 牡蛎嫩煎 放山鸡蛋 那个青草 高丽菜佐 佐 辣椒丝 还有蔓越莓 还有半地瓜菜 以及胡萝卜汁 绿茶柚子 那这边是净瓶 净瓶是柚子 有勾一个杏仁小鱼干 绿茶胡萝卜汁都有 然后也有半地瓜菜 跟那个佐辣椒丝的 对 来 再 这边是这个燕丽 燕丽 燕丽也有这个 佐辣椒丝的高丽菜 还有地瓜菜 小鱼干勾了 胡萝卜 绿茶柚子 跟静平一模一样 有吗 完全一模一样 那三位专家 帮我们举下牌 那他们是勾哪六项呢 柚子不错耶 好 我们先看潘老师 果然是有高丽菜 地瓜野柚子 还有胡萝卜汁 绿茶胡萝卜汁 那一二还少一样耶 对 勾不出来了 你讲得真好 五个 我就是最后一样勾不出来了 那干脆就五样算 我实在不知道要勾哪一个 因为很多考量点 好 OK 那这个医师勾的是高丽菜 地瓜叶 蔓越莓 胡萝卜汁 绿茶跟柚子 柚子 所以比潘老师多勾了一个 蔓越莓汁 对 那宜芳老师 我们来看一下 高丽菜 重点的来宾 高丽菜 地瓜叶 蔓越莓 胡萝卜汁 绿茶 跟柚子 差不多耶 所以跟大家答案差不多 那宜芳老师 再告诉我们 为什么大家都勾了 高丽菜 佐辣椒丝 帮助我们修护胃黏膜 所以高丽菜 有它的功能 但是为什么叫辣椒丝呢 那韩国有一个研究 非常好玩 他就拿那个辣椒 辣椒做研究 他发觉辣椒 能够杀死 微幽门去壮感菌 真的啊 可是要注意一下 韩国辣椒是不辣的 台湾的辣椒 朝天椒是不行 因为太辣 所以这个辣椒 要这样 老师 重点是这个辣椒 不辣的 要不辣的 要不是很辣那种 红色辣椒 因为是韩国的研究 所以一定是不能选 台湾的朝天椒 或者其他这样的 墨西哥辣椒 那个不行 那太刺激了 所以青草高丽菜 佐辣椒丝 这两个都有帮助 但是要不辣的辣椒 那地瓜叶呢 因为地瓜叶里面 含β胡萝卜素 我们发觉β胡萝卜素 对胃黏膜是有帮助的 所以地瓜叶 就是因为β胡萝卜素的关系 那茶油的话 有些研究发觉 它可以杀死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是有帮助的 OK的 那你有勾曼月梅汁吗 有 最主要是曼月梅 在国外很多研究 它里面粗花青素 能够减少 为油门屈状感菌 在肠胃道的附着 可是浓度一定要够 浓度够 对 浓度够才有帮助 那我们一般市售那种 大概不行 不行 它有一定的浓度 可能就是说 有些家太甜的话 也不行 要选择比较不甜的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有时候 太甜可能不太适合 如果有些人 真的胃不太舒服的话 可能在选择两餐当中 会比较好一点点 但有些研究是说 你空木有帮助 因为这个是有科学证实的东西 哦 曼月梅 对 那至于酸菜炒肉片的话 因为酸菜里面含钠太高不行 那泡菜番茄 番茄感觉很健康 可是加个泡菜不行 为什么泡菜不行 它是腌制的东西 太咸 那水果醋也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他们发觉 酸的东西有刺激胃酸分泌 对 所以为什么说 曼月梅跟水果醋 它两个其实是不同意义 水果醋他们有些做研究 发觉还是会刺激胃酸分泌 可是曼月梅算酸 但是不会影响胃那么多 这样子有区别的 对 那我问一下那酵素呢 酵素呢 酵素的话 基本是水果发酵的东西 那对于味道也好不好 其实我是觉得是个问号 那因为个人体质而已 那小鱼肝 那小鱼肝 那小鱼肝最主要是里面含氨 氨的话 跟所谓蔬菜里面 亚酵酸会变成亚酵酸氨 所以小鱼肝 这其实是不见得能够对味方 对味是好的 而且江首山医师说呢 这个小鱼肝本来是很好的 可是因为它高温 高温 有时候去烤或轰炸之后 它变性了 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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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产生压力就会有致癌的风险 沿水肌太咸 那胡萝卜汁的话 是因为里面含Beta胡萝卜素关系 那幼者的话 是因为维生素C 他们发觉维生素C 可以预防胃癌 那香肠佐大蒜半 大蒜可以预防胃癌 可是加给香肠 香肠不行的 对 綠茶的话的确是有研究发觉 它可以预防胃癌 好 所以就是专家选择 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原则 那我们要预防胃癌 还有五大原则 在饮食方面 究竟应该怎么注重的广告 回来就告诉你们 欢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学会 好 畏罪于我们这个消化道里面 把关的很重要的一门 我们希望好好爱护它 那我们要怎么样爱护它呢 是不是有一些原则 那个避免让我们得到胃癌呢 医师 其实我们还是从这个日常生活 自己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 刚刚讲到的一些有益的食物 那当然要多多摄取 对 不益的食物当然要尽量避免 早睡早起 不要吃消夜 这样也可以减肥 对 然后少吃一些腌漬性的食物 烟熏类的 烧烤类的 然后多吃 我们要天天五蔬果 多吃绿色的蔬果 新鲜的水果 从医师里面来多摄取一些维他命ACE 为什么ACE对于胃比较好 这些 ACE是属于水龙庆的一些维生素 是比较好吸收的 然后不要抽烟 尽量少喝酒 不要吃槟囊 就算真的得到胃 其实现在医疗非常的进步 像我们有很多新的技术 所谓的腹腔净手术 可以在微创的情形之下 就把你 有很多关系 我说 我们不用了 我认识 有很多关系 您 有点 你 我认识 你 我认识 你 感谢观看